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血腥袭击喀布尔机场造成数百人死伤之后 美国也迅速反击 使用无人机歼灭了一名一国组织策划人 有鉴于阿富汗局势恶化 而且美国总统拜登坚持8月31号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多国也纷纷调整撤侨计划 包括加拿大、丹麦、荷兰、比利时等 已经宣布不再安排航班撤侨 阿富汗人想要逃亡的机会也越来越渺茫 星期六美军采取行动 暴富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发动炸弹袭击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触动无人机 深入该组织位于阿富汗的支部 歼灭一名相信是负责策划布尔机场袭击的成员 美国国家安全专家警告 有迹象显示 伊斯兰国组织还会策动更多恐怖袭击 接下来的这两三天将会是最危险的时期 星期四的炸弹袭击导致死亡人数攀升到至少182人 超过200人受伤 死伤者包括美军人员 英国也证实 有三名英国公民在事件中遇害 喀布尔机场发生连环爆炸之后 还有大批阿富汗人冒着生命危险聚集在机场外 希望赶快离开当地 然而随着美国总统拜登坚持不延长8月31号的最后撤离期限 许多国家纷纷调整撤离计划 加拿大 丹麦 荷兰和比利时宣布 不再安排航班从喀布尔机场起飞 英国也宣布即将结束阿富汗撤离行动 英国位于喀布尔机场外的一家酒店也已经关闭 酒店内设有一个专门处理签证等等撤离事务的柜台 西班牙在协助撤离包括西班牙军人 大使馆人员 阿富汗籍职员 以及他们的家属一共1800多人之后 也宣布结束撤离行动 另外澳洲则是在喀布尔机场预洗后立即停止撤侨 至于法国的撤离行动同样在星期五结束 8月中以来 法国已经从阿富汗撤出了2600人 超过2000人是阿富汗人 还有绅持续键 红配品 verif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